第1章 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和帝谋德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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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与你们》 《我一想起你们,就感谢我的天主》 《我每次祈祷,总怀着喜悦为你们众位祈祷》 《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直到现在,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》 《我深信,在你们内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位,必予已完成,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》 《我这样想念你们众人,是你当的,因为我在心内常怀念你们,不论我带所念,或辩护或确正福音时,你们常参与了我受的恩宠》 《天主为我作证,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爱你们众人》 《我所祈求的是,愿你们的爱得日渐增长,满厄真知识和各种识见》 《使你们能辨别却绝之事,为叫你们直到基督的日子,尝试结证无瑕的》 《那耶稣基督满结义得的果实,为光荣赞美天主》 《弟兄们》 《我愿意告诉你们,我的环境对于福音的进展,反而更有了益处》 《以至于迎全君和其余众人都明明知道,我带所念是为基督的缘故》 《并且大多数的弟兄,因见我带所念,就依靠主,更敢讲论天主的道理,一点也不害怕》 《有些人宣讲基督,固然是出于贼道和竞争,有些人却是出于善意》 《这些出于爱的人,知道我是被立为护卫福音的》 《那些出于事件宣传基督的人,目的不纯正,想要给我的所念更增添烦恼》 《那有什么妨碍呢?》 《无论如何,或是假意,或是诚心,终究是宣传了基督》 《为此如今我喜欢,将来我仍然要喜欢》 《因为我知道,奈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辅助,这是必有利于我的得救》 《按照我所意切期待希望的,我在任何事上必不会蒙羞,所以现在和从前一样,我反而放心大胆,我或生或死,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众扬 《因为在我看来,生活原是基督,死亡乃是利益》 《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内,我还能获得工作的效果》 《我现在选择哪一样,我自己也不知道》 《我正夹在两者之间》 《我渴望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》 《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》 《但存留在肉身内,对你们却十分重要》 《我确信不疑》 《我知道我必要存留,且必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,为使你们在信得上,得到进展和喜乐》 《并使你们因着我再来到你们中,和我在基督耶稣内更加欢约》 《你们生活到日子应合乎基督的福音,好叫我或来看望你们,或不在时,听到关于你们的事,而知道你们仍保持同一的精神,一心一意为福音的信仰共同奋斗》 《一点也不为敌人所吓住》 《这样证明了他们必将丧亡,你们必将得救,因为这是出于天主》 《因为,为了基督的缘故,刺给你们的恩赐,不但是为相信他,而且也是为他受苦》 《就是要遭受你们曾在我身上所见的,及如今由我所听到的同样的决斗》 《某一日子供如何合乱 hotel, aspectшие案子供联群覆下来, pledge向国家和我们作点性大胸最高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